皮撕下來瞬間換了一張臉 阿堂哥在電影不可能任務中使用藝容面具 但現實生活中不用這麼麻煩 AI技術在升級 不管是東方人還是西方人 想變男變女 統統可以靠這套軟體改頭換面 精神定位無關 透過合成技術 將兩張整臉進行比對合成 身為辨識技術越來越普及 民眾透過肉眼仔細觀察 可能還有辦法辨別出差異 但看準人類耳朵敏感度差 不容易聽出身為音訊 但對集團將影音結合 製成身為影片 徹底以假亂真 利用AI技術搭配 變身軟體到處變到處騙 因此刑事局今年初 花費1200萬 從荷蘭美國採購身為影片 和身為音訊辨識軟體 透過精密的聲紋辨識系統 5分鐘的身為影片 30分鐘之內就可以辨別真假 但如果一般民眾想要拆穿假片 也有小妙招 你可以請他的手 在他的面部前面做快速揮動的方式 或是請他做左右擺頭的方式 如果他今天是偽裝 尾帽 親友或者是剪警 或者是他人的時候 他的臉部的輪廓這邊 會呈現比較模糊的狀況 隨著身為辨識越來越成熟 提醒民眾眼見不一定為時 還是要張大眼睛看清楚 否則一不小心就會落入身為陷阱 新新聞 林宇辰 張子雅採訪報導